第1個改動就是第4階段的扣血少了1啦 那就是挺好的 不然你 現在的經驗值改動加上這個改動 這兩個改動讓我現在就變成7等醜META 你基本上除了天狐不然就是7等抽 我們今天不是有一把8等抽 但8等抽 當其他人全部都7等抽的話 我們玩的那個陣友有4個人在玩 我去8等我錢多 但抽不到撒謊 也抽不到拉克斯 你玩哲立大洞是同樣的道理 一定會有同行 那同行7等抽你去8等 你的錢很多但反而抽不到 所以這個看可不可以讓節奏再慢一點點 不過要看 要看一下喔 經驗值還是很貴 所以應該還是會是7等抽 然後這個是德瑪西亞地圖吧 德瑪西亞地圖給前排 給前排的坦度會再增加一點 德瑪西亞地圖大家都拿來給後排 那個皇冠地圖 接下來是挑戰者 高挑戰有被buff了 高挑戰目前偏弱 大家玩挑戰都是玩愛歐尼亞 愛歐尼亞凱撒 然後9IO有變強一點 9IO現在是一個很弱的羈絆 相比於就蘇瑞瑪來說 然後 殺戮者變強一點點 殺戮者目前節太弱了 玩法的話就只有我今天玩的那個 克烈組C 傑夫C 但克烈你胡的話其實是蠻強的 所以克烈又有一個小buff 但克烈要胡才去玩 克烈的節奏也是讀正面偏慢的 這個是軍師吧 高軍師 血量多了一點點 6跟8軍師 欸不對這是2,3,4,5 4,5軍師有加強了一點 軍師現在也是只有那個 拉克斯那個陣會去玩吧 拉克斯加沙皇拼多多那個陣容 也是有一個小加強 那個陣容現在會有人玩 就是因為 那些卡沒人要 頂多加穩別人跟你搶 巨神風 加強了一點 亞飛溜的表現比較弱一點 巨神風 亞飛溜也不見得會放嘛 但這可能是堡壘福音吧 現在台福在捲的那個什麼 六堡壘 巨神風 鳥盾 呃 呃 虛空 虛空 巴龍 被nerf了 然後 六虛空的 六虛空的御四者增強了一點 然後蘇瑞瑪好像是9削弱吧 然後 3跟5小加強 那個蘇瑞瑪我不確定是 加強還是削弱 3跟7是增強的 然後9削弱 9如果能湊到的話是有點太強了 3 5系加強 所以 蘇瑞瑪 沙皇拼多多那個433 有兩個加強 蘇瑞瑪3有加強 還有那個 軍師有加強 所以搞不好下版本這個陣容就更厲害了 本來就是一個蠻好持分的陣容 然後皮層 戰鬥力以靴 然後 賣掉暴龍 增強 現在皮層都沒人要賣那個龍 他 他把設計成有點像地下那樣 是一個經濟海克斯 但現在大家都拿來當戰力 所以那個暴龍的血量跟攻擊力又低了一點 然後你賣掉能拿到的東西又好了一點 所以 目前都是推薦一律不賣龍的 下版本可能會賣 但要看一下 反正他們現在還在找 那個皮層 因為皮層那個龍養不起來還是強 我們剛剛那把龍也 也才 達到決賽圈才30 但至少是一塊肉 然後佐恩 6佐恩太強了嗎 這邊 呃 這個是 機械手臂增強 然後這個是復活吧 復活 本來超載的時候是100%血復活變60% 這個是爆炸吧 是嗎 還是外骨骼 看起來像是外骨骼 歐對 外骨骼削弱一點 然後毒雲 毒雲削了5%啦 不知道夠不夠 毒雲現在太OP了 但後面哲利也有被砍 所以搞不好勾 哲利這邊已經被砍第一刀了 毒雲哲利 然後接下來 羈絆你就打在場這樣 然後現在就是 騎姿的BUFFNRF 凱爾增強了一點 堡壘玩家有福啦 你們的凱爾惡心 增加了4點攻擊力 然後小炮削了一點 那小炮削的不是這個啊 這個我倒覺得還好 身心之運削掉的小炮就沒那麼強了 身心之運太穩了 一個銀色海克斯比彩 比那個 比彩色的強 就很不合理 然後 艾希 艾希現在 增強了吧 AD係數高了一點 然後球女AP係數高了一點 但球女的招式很難讓她C啦 球女現在幾乎都是拿來 站第二排 當個負壇 加里歐 三星的時候會有 給比較多的獎勵 對賭提摩來說是好的 會賭到三星的加里歐 通常就賭提摩 或者是賭神域 三星減傷多5% 克烈 克烈這邊小砍 40%盾變30% 所以四星克烈砍了一點 這個版本有了陣容 然後賽特加強了一點 塔莉亞 搭延缺鬼陣被削了 被削滿多的其實 375250 3290 然後提摩也被削了 提摩不知道為什麼被削 對 感覺提摩已經沒什麼在玩了 然後艾克沒有學他的傷害 但是學他的回復 他開大的時候可以回復 前幾秒受到傷害的30% 然後變20% 所以你更有可能秒殺他了 就會讓你有打刺客艾克不會這麼絕望 但他還是很痛 你沒有被對到位有機會把他秒殺 然後蓋倫削了一點 蓋倫其實已經 是版本剛開始的時候很卷 後來已經淡出舞台了 還有他立刻堡壘玩家有服了 他缺了10點魔力 有增強一點 鎖納變得更輔助角了 現在罰轉鎖納其實很痛 變得沒那麼痛 罰轉 但六罰四數的發轉鎖納其實很強 現在也缺了一點 然後讓他 他開大有傷害跟加隊友攻速 然後加隊友攻速多一點 變成更輔助角了 這人這個鎖也是蠻合理的 發轉鎖納帶那個什麼狙擊其實超痛的 他技能可以打到 他技能是一直線 可以打最遠 然後這邊是雅飛 雅飛這邊是小小鎖啦 他好像是削他緩吧 他的飛輪的傷害削了一點點 魔鬥哥說就是一點點削了 反正相對於哲利來說 雅飛利歐算輕輕 砍了他的指甲吧 幫他修個指甲 凱撒 看起來是buff 但他 這邊他有一個buff fix 就是凱撒在 這個版本的時候 邊開大可以邊回魔 所以他開大的時候受傷 開大的時候被揍 然後就可以瞬間回滿魔 然後再開第二次大 然後現在把這個bug修掉了 他開大的時候會有魔力鎖 所以就還給他10魔力 關真強 搞不好暗影島可以玩啦 關現在有點弱勢 有看到有人在玩的只有那個吧 壁壘吧 昨天有遇到一個6壁壘關 6壁壘關感覺還蠻強的 然後前期又踩是暗影島去玩 高暗影島 但他增強也算合理 很少人在用這隻角色 竹竹三星的增強 然後 傷害稍微增強一點點 現在坦克大家也偏向用特格比較多 如果是玩竹彎槍的話 竹女也是 只有那個亞菲利歐會用 所以亞菲利歐這邊傷害少了一點 但竹女的傷害多了一點 所以其實 射手應該還是不錯的增 聖的話坦度增加 因為他除了坦就沒有其他用處了 四分來說最弱的坦吧 有6IO的話其實蠻優秀的 6IO的話 聖拿 愛歐尼亞buff的減傷 坦得很誇張 然後 劍魔增強了一點 貝爾維斯增強一點 看這兩隻5費卡能不能強一點 不然現在沒有一個5費C位 這兩隻是5費C位擔當 但現在這兩隻都超爛 哲利 現在 急殺不會讓他的開大時間重置 所以他 多了那個 現在變成6秒吧 6秒的時候會有電來電去 這個不知道是6秒還是6次普攻 反正他現在就是打完他的大絕 就要重新擠一次魔 所以 開大的傷害減低了 然後這邊 技能算是重置了 6秒 所以哲利 你拿到毒物還是強啦 20%的增傷還是強 但就不會像 這一版那麼無解 就你對面的槍手大成了 你 你就只有 只剩下4費3人解 至少大東可以 有機會跟他對打 但還是要看下版本 實際上長怎麼樣 反正現在大東 小小的削 哲利大大削 主彎那邊被削 主彎主鍵被削 然後 本身的技能也不會重置 因為現在的哲利很強 是因為開大以後就停不下來 開大以後就墊死一些 對面不重要的後排 然後再繼續開 然後再繼續重算 然後 這個是 班德爾城的雷茲 如果板燈上沒有的話 他就會 板燈上沒人 他至少會 召喚一個高費卡片 然後暗影島重置吧 暗影島感覺像之前的吉林 他就是會 瞄那個什麼 最強的友軍 看起來是變成 完全變成以前的吉林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 很像以前的血月吉林 套一個復活 然後友軍死掉會復活 就不是從墓地裡拉了 巨神風現在變成 吉飛 劇神風本來不是吉飛嗎 暈眩 反正是丟到後面是暈眩變吉飛 但不知道有什麼差欸 皮層 皮層的 皮層的雷茲技能是什麼 其實不太確定 皮層的雷茲技能是什麼 吉飛有鹽雷 但鹽雷茲已經被削到爆了 查在塔莉雅 看我忘記皮層的雷茲是什麼 本來看起來是buff 然後 改版前可能問出他雷茲 手榴彈加卡蜜爾大招 感覺很少遇到皮層欸 然後這裡是道具的改動 反甲 反甲buff了一點嗎 那感覺沒什麼差 還是一件爛裝 Tralis of power 這個是 這個是聖杯嗎 聖杯 這應該是聖杯啦 聖杯給旁邊的人AP少了一點 然後自拿的人多一點模仿跟多一點啟動 感覺算是小NRF吧 小NRF那種三杯陣 以前的PV很流行的什麼三杯提摩 提摩三杯延缺 但現在這個版本也比較少這樣的玩法 鬼鎖基礎提高8% 然後每一個跌成 減少1% 所以你A8下就會變 變比較弱一點點 啟動快一點啦 但上限低一點 鬼鎖 星火傷害 傷害 傷害 降低吧 然後這個是 這是什麼裝啊 法暴嗎 法暴看起來強了一點 然後 耳語 耳語變成3秒 但應該3秒可以一直觸發那個暴擊啦 所以這感覺沒什麼差 法暴多了5AP 對於法制來說比較好啦 所以沙皇這邊又被小小buff到了 冰甲 冰甲一直 自從那個東西從冰清變冰甲以後就一直過強了 他現在已經變成單體了 但還是有點過強 小學一點冰甲的抗性 讓家文不會一次大兩 更難大到兩次 家文大到兩次你的後排就其實動不了 然後 金晶 現在拿金晶的角色也比較少 反正金晶buff蠻多的 下版本他就一直把法制人增強 看看下版本的法制人表現怎麼樣 索納被nerve而已 剩下的東西看起來都是增強 錫柯 給本人的AD增強 然後給旁邊的攻速 所以這種靈氣裝都削弱了 聖杯跟錫柯 錫柯也少5%攻速 所以該輪影響蠻大的 前面該輪也有被砍嘛 那該輪應該就 就會更弱 已經不強了 在高端局 然後這是聖光裝 聖光裝 聖光 繁甲削弱一點 聖光繁甲削弱一點 聖光法爆增強 聖光 GA增強 這個是什麼 喔 石像鬼板甲增強 聖光石像鬼板甲增強 這個缺很多 這個是聖光破防 聖光破防的數值太好了 它本來是70%傷害變50% 聖光鬼鎖一樣 啟動速度快 但跌的變比較慢 本來鬼鎖 鬼鎖就是物理症嘛 的哲立或大東 這邊砍了一刀 法爆給更多AP 然後 鳥盾 鳥盾給多一點盾 水銀 水銀少了一點攻速 這個是吹風吧 吹風多一點血量 這還好 聖光一樣給50%的攻速 變35% 席科也被砍了 然後泰坦 泰坦 Attack Speed 這個是什麼 Titan Resolve 泰坦有攻速嗎 喔 它本身裝備給的攻速 燒了10% 聖光泰坦也被削 然後聖光精進增強 聖光 颶風 光聖風 光聖風多10% 其實蠻多的 光聖風搞不好就變不錯了 現在蠻少人選光聖風的嘛 Shroud 這個是法衣 法衣 給的HP多一點 然後給的騎士魔力多一點 看起來就是法陣變強一點吧 然後鬼鎖跟錫克啦 鬼鎖錫克靴 然後法陣的裝幾乎都是增強的 冰甲普通冰甲的靴 這個是二裝吧 泳東 這個應該是回那個什麼綠甲 綠甲多樂250血 這是二裝爛獎系列 然後這個是十五吧 十五還是明火 應該是明火 明火多兩秒 泳東一開始的減攻速少10% 本來上版本就是20%啦 所以沒有感覺那麼OP 這個版本PPE把它調成30% 現在抽到泳東就大獎了 然後還給他多一點血量 但至少沒那麼煩 就會跟上版本的泳東一樣 至少不是你看到就會覺得很絕望的 這個是無盡吧三項 三項多一點血量 肯定還是廢裝 然後 狙擊手 狙擊手他的 他砍的是砍本身給的攻速 本來有給40%攻速變15% 但還是沒有調他的效果 所以應該還是不錯的裝 應該還算是大獎 然後就是海克斯了 好多 海克斯 其實海克斯英文的 我也不太確定是什麼 比較難看 海克斯這應該就是什麼 Eats a rare的吧 然後這個是匿命的吧 因為 爛的海克斯 我可能中文也認不得了 能不能看中文的 有中文的是不是 海克斯我很需要看中文的 有欸有欸 這個整理就對了嘛 經驗值變多一點 但現在還是戰力海克斯時代 就算戰力海克是被學的 我覺得龍獸還是不是那麼優秀 天生二星提供三金幣 但還是不是那麼優秀 入門套件不再提供基礎裝備 彩色這個感覺已經很普通了 因為除了大獎很優秀以外 你剩下可以塞到太多爛東西了 伊澤瑞爾多一金幣 多一金幣 有可能有差 但感覺還是很難跟逐流的打 英德的享受 英德的享受其實數據還不錯欸 這是伊澤的第三個 有裝備的人可以拿到血量 八德是直接重置 有神的眷顧應該是金色的 五六七八的時候都會獲得一個 基礎裝的鍛造器 還是有一點點的微妙 你前面拿不到東西 然後五等六等拿兩件 應該還是弱的 這是彩色的 四等的時候有一個基礎裝備鍛造器 六等的時候有一個塵裝鍛造器 八等的時候有一個光明裝 有一點微妙 基礎裝成裝 那你前面就被打爛了 你要怎麼到八等 經驗值調回來應該還不錯啦 等經驗值調回來吧 先放著看 打瑞文 我PP最愛玩的 那應該還是虐菜了 虐菜變更好玩了 理心 訓練獎勵 好 理心 身心被大nerf了 現在一回合只能獲得兩次 所以就沒辦法那個電錶倒轉了 所以身心小炮就不太會有人在帶了 小炮也被nerf了嗎 然後這是金色的會提供兩金幣 還行 但我也 我也是不會拿 訓練獎勵 休眠斷爐 二兒的那個樂透 再多一回合 感覺沒什麼差欸 反正大家 他也是3-5 要啟動的也是3-5啟動 如果是9回合可能就有差了 8回合還是一個不錯的回合數 你剛好3-5拿 然後要前面打連敗的要上7-1的也是啟動 火體斷爐是彩色的 彩色的現在沒人要選嘛 彩色的改成那個什麼4選1就還行 隨機的有一點根本選不了 所以彩色的反而算是可以選的 可以考慮的 雖然二兒裝有點被nerf 對沖基金多4塊 潘朵拉的裝備 這個也是大學吧 潘朵拉 逆命對新手來說還是蠻友善的 但是他現在不是兩個基礎裝備 是一個隨機乘裝 所以你要變裝備要變更久 算是一個蠻大的nerf 拿逆命通常就是要鐵頭走某個陣容 不管是什麼 現在比較流行的堡壘或是之前的概論 你要變就要變得 就要放在廠下更久 然後這個古代檔案 有buff回來一點 我記得之前這個是8塊 然後這個忘記之前是幾塊了 沒有buff回8塊我是不會拿的 彩拉幅沒有加錢 有啊在這裡啊 印象中之前是8塊 二是彩 這個是金色啊 二是彩色 銀色的是隨機 叫什麼節外生枝 我一加小小之力 我就不確定了 因為小小之力 就是這個版本可能最爛的海克斯吧 沒人要拿 這個不知道buff以後可不可以拿 反正看數據就知道了 我現在也不確定 完全沒拿過 戰鬥準備也是 我這個版本都沒有用過鞋軌跟 用過一次鞋軌啦 覺得還好 翼大師跟鞋軌這個版本我幾乎都沒有用過 但戰鬥準備還是被削欸 OK那我就還是不會用 龍獸也是啊 龍獸跟凱特的贏 這兩個我也幾乎沒拿過 反正空城龍獸看起來強 被增強了一點點 一個空城龍獸玩法 然後小型鍛爐 中型鍛爐 這個是中間的吧 中間的給的錢有點太多了 靴一點算是合理 反正二跟巴德小靴 但這些怎麼靴都靴不到普羅 普羅玩家這邊都可以跳過了 你再怎麼削都削不到我 你再怎麼buff也buff不到我 第一個痛快 那還是 我還是推崇戰力海克斯啊 感覺打日文不太可能選 凱特琳看情況吧 巨大的白寶袋 阿福有可能可以登場啦 如果就轉隻很強的話 遺者瑞爾 其實那個什麼 英德的享受數據還不錯 然後前面也有一點小增強 這兩隻可能有點潛力 遺者瑞爾跟阿福 理型感就完全爆掉了 然後這個是 席科的那個海克斯嗎 現在是 獲得兩個相同裝備組合的一件成裝 所以就可能給你殺人間 可能給你龍牙子是不是 所以這兩隻感覺就超爛 呵呵呵呵 那個席科 席科炸了 席科幫倒地 無盡部落 這是新的海克斯喔 加3的堆武規模 你的一只只能帶一件裝備 生命值降第四把獲了兩金錢 無盡部落加加3的攻擊力 只能帶一件裝備 呃 感覺 你是主播感覺超爛的 不太知道這個海克斯在幹嘛 瞄準金真強 但目前還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厲害的瞄準金玩法 中端夠一般般吧 兩費火力 可以鐵頭玩那個炎雀那個陣容 其實蠻厲害的 學的是合理的 有看過President玩過一次 我覺得蠻強的 光明哨兵現在也很強了 被小砍 全面稱霸起始高一點 上限低一點 本來是最高20%嘛 6加14 現在是8加7 最高15% 15%斬殺 冰川尾風被砍也是蠻合理的 現在專屬海克斯幾乎都是強的 刀架取金少10% 立即獲得一個隨機裝備 這個好像就是劣質版潘朵拉吧 什麼得到隨機道具的時候都會變成4選1 那還不如拿潘朵拉 卓被砍了 金也被砍 金感覺就更不能玩了 金卓我覺得不強了 彩卓蠻強的 彩卓被砍得有點慘 75變成55 彩卓這版本的勝率很高的 跟炎化倫差不多 天雅路被砍5% 但應該還是不錯啦 砍得有點少 然後天角的四幅 攻速 被治癒到的會加攻速 對沖基金多5塊 對沖基金加多4塊 彩卓感覺玩不太了 塵盾的屬性少了一點 55 然後其他是5 要看一下數據啦 差一點點就可能差很多 優惠場客 這感覺是超級爛 來鬧的 然後這個是英雄海克斯嗎 加里歐的 目前沒有看到特別厲害的玩法 但加里歐有buff啦 所以有可能有人開發得出來 那要看有沒有人開發出來 那我這個是送你一個自然之力嗎 投資回報 目前那種刷幾次的 他的要求太嚴格了 免費的刷新不算 就你一回合過完 系統幫你刷的不算 一定要你花錢的 所以就太嚴格了 看起來很少 但其實你 基本上 基本上都選不了 那個什麼 黃金門票的也不算 然後每回合給你的刷新也不算 什麼都不算 整活段爐 應該不太會選啦 尤其二樁又被砍很多 幾乎都是被砍的 司法機制防禦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強的 我後來才知道它很強 玩Ionia蠻強的 所以也被砍了一下 放招會有盾 然後晨熙被大砍 60變40 早期教育 目前也沒有看到 特別厲害的這個套路 這是堡壘的海克斯 槍斗數也被大砍 被砍很多欸 就是每個槍手加3% 然後15% 變成10%加2% 但你要玩槍的話 應該還是蠻值得的 反正槍手被砍好多 最後儲備是死掉的 你第一次死掉的時候 給你80經驗跟一點錢吧 給你更多錢 訓導者 這個也是數據挺好的 然後灌注數據很爛 回復變成20% 回復變成20% 所以搞不好有人有一個 你要玩艾克還是一個好東西嗎 神裝就是正義的 陣容就不錯 銀色珠光增強50% 這感覺很厲害欸 銀色珠光 如果你是玩達瑞斯的話 你把你控最強大的旗子是達瑞斯 達瑞斯拿50%爆擊率 然後珠光2又削回上版本了 上版本我記得是15%嗎 然後PB的時候砍到 砍了一點 然後又調回來 神的禮物又回到我之前了 獲得1塊 舊版的最初版的神的禮物 數據不錯的神的禮物 那一樣這個版本 應該也不會到太好 因為升級曲線又變更難了 穩定進化虛了一點 數據金色裡面數一數二的吧 然後純天然加了一點生命 紅buff 持續時間跟傷害還好啦 反正跟之前的 有一個東西叫弱點有點像 重要的是你普攻就可以燒別人 你就不用出燒了 所以紅buff應該還是很厲害 那個傷害感覺就有加減 組建大軍 八回合後會給你一個妮可 早一回合 還行吧 身上限速是那個主宰的 主宰的傷害提升少5 那蓋倫基本上玩不了 達瑞斯可能還是可以拿 聯合抵抗 這兩個可以太多抗性了 少5 還算合理啦 但應該銀色還是很優秀 金色可能就要想一下 好這娃威克的吧 娃威克的英雄懷克斯 不知道在幹嘛 這應該是buff啦 變50層 有可能可以玩 看有沒有 要看實測 輕裝上陣 我不確定什麼時候情況下拿會很強 我幾乎沒有拿過這個海克斯 但這個海克斯數據還不錯 精靈發明家 會拿這個就是為了要拿一個艾克 所以就還好 為了要2-1 3皮 然後過載的法律前緣超級強 法師版的過強的藍電池 現在出示法力少10 然後獲得法力值 他是有參加到助攻都可以拿法力 拿20法力 應該還是砍的有一點多 可以觀望一下 法師有沒有這個東西去玩是兩個陣容 遠落潰陣就少1%嘛 現在這個版本的神機海克斯之一 天雅 若必領 遠落潰陣 成盾的屬性 這三個 都砍了一點 然後霸王 英雄海克斯都增強一點 目前 看起來 以這個版本來說 比較有人願意玩的是卡薩丁 虛空行走 剩下的三個都超弱 數據看起來也超爛 這是仰撥起座吧 賽特變成會仰撥起座 青銅門票 嗯 一般般吧 三連 好 看完了 YA 好嘞 該砍的都有砍到了 槍手被砍蠻慘的 雅菲利又被小靴 包瓜鬼索 差不多吧 然後法師 被增強 然後各種OP海克斯